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民局有的时候会跟你较真 说你看这个党章上面还写着需要党支部开会 然后报请上级组织批准把这个人除名 是吧 或者要原始的这个文件 然后还要证明说这个人入党是非自愿的 要党组织开这么个证明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所以不是说你有什么文件就万事大吉了 是吧 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解释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我们这方面的视频或者联系我们 那么下面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简单来说团员和党员不一样 爱485申请表里面part 8 question 56 问到党员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团员不一定要回答yes 接下来我们会引经据点根据法律条文和相关的reference来详细的分析 需要强调呢 我们这个视频是为了教育和提供信息的目的 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 另外呢 如果你要引述我们的话 请全文引述 就包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要忽略上下文 断章取义 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这个具体情况很重要的 比如说凭空问 我今年30岁是不是太老了 如果是上幼儿园 那肯定是太老了 如果要领退休金 那年龄还不够 所以要有具体情况 要看上下文 环境 然后呢 才能判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爱485表格上的问题 英文原文是怎么问的 这个爱485 Part 8 叫 General eligibility and inadmissibility grounds Question 56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Or in any way affiliate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r any other totalitarian party in the US or abroad 那么这个问题问的是 你个人 而不是你名义上加入的组织 比如团组织 你个人是否曾经是党员 或者呢 叫affiliated to当组织 那你是否曾经是党员 这个很容易判断 那么affiliated 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们要看词典 看定义 定义英文呢 是说 a person 个人 officially attached or connected to an organization 中文可以说叫正式的隶属于某个组织 或者正式的和某个组织有联系 那么如果你只是曾经是普通团员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们认为可以回答no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 第一 团不是党 这个组织这个道理很明显 这里问到的这个问题问的是party 团不是party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写进中国宪法的 在中国宪法里面多次提到共产党 还提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共青团 党是领导中国的 符合question 56里面提到的问题内容 而团不是 另外大家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 团员只是一个形式 比如一个班里所有的学生都是团员 没有定期的思想汇报 每周开会 阶级斗争 斗地主活动 除了打牌等等 如果搜索团组织和高位结摊 你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报道里 也公开承认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 所谓团组织是名存实亡 第二 更重要的 只要你在中国生活过 你就不可能不受到党的影响 不管你是不是曾经是团员 但是这显然并不是question 56 问到的和党的正式隶属关系 affiliation 否则呢 所有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需要填事 就没有意义了 从这个角度呢 团和其他被党领导的团体没有本质区别 比如说党章第33条 有两次提到 党领导 公会 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群团组织就是非党的群众团体 而且排在公会后面 这个我们接下来还要讲 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上过学 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 那么你就是学生会的一员 如果你在中国工作过 那么你一般来说就是工会的一员 你在中国生活过 那么在城市 你就是居民委员会的一员 在农村 你就是村民委员会的一员 所有这些组织在章程上都明确写出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比如说中国学生会 我们叫全国学联 或者叫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章程第一章 第一条写的是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 那么工会呢 中华全国总工会 章程内容写到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 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中国工会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承担团结引导职工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工会以忠诚党的事业为己任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更多的例子 比如说全国清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写的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 他的会员包括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比如中国佛教协会 章程写的是 本会的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 爱国爱教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团体都和共青团一样 接受党的领导 宗旨明确写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而且党对中国的领导是写入宪法的 对于爱485表格 如果团员需要写 那么所有这些组织也都需要写 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要写 因为你在中国上过学工作过 那就曾经是学生会会员 工会会员等等 从爱485表格的原意出发 我们认为对于Questions 56 只有曾经是党员才需要写Yes 好 那么以上是关于具体问题 在爱485表里面 另外还有一处 Part 8 General Eligibility and Inadmissibility Grounds 除了Question 56和其他问题以外 还有第一个问题 Question 1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involved in or in any way associated with any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fund foundation party club society or similar group in the US or in any other location in the world 那么需要提供name location nature of the group date of membership involvement 等等 那么就是说 爱485表格同时要求 如果对于这个section里任何问题 包括这个Question 1 回答是 或者让你回答否 但是不确定 unshure of your answer 那么可以提供 explination of the events and circumstanc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当然也可以单负文件 如果曾经是团圆 对于这个Question 1 应当怎么回答呢 那么要看个人的情况 结合立法和爱485表的原意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 在同样这个section Part 8 Question 25 是说呢 Have you ever been arrested 这个曾经被捕 那么在实际执行中呢 比如说对于traffic violation 像一般超速的提起 罚款不到500美元的 可以不算 移民局不重视 所以呢 要看定义 要看立法原意 要看context 那么在我们做这个 爱485绿卡的面谈 interview的时候呢 移民官明确地讲到 主要问的是政治性的 那么怎样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呢 如果你只是和班里 其他所有人一样 就是一个形式 没有说定期写思想汇报 每周开会 斗地主 阶级斗争演习等等 那么呢 这个团员身份 和学生会会员身份 工会会员身份 居委会 村委会的成员身份 等等 可以是类似的 如果那些不用写 那么这个也可以不用写 或者很简单地解释一下 在中国呢 有有形无形的压力 有非名文的规则 个人不能反抗 等等 反过来 如果你曾经是团中央的领导 团的干部 是政治活动家 政治狂热分子 每周都定期写思想汇报 经常组织大家开会 到美国以后 每天还记录思想 打电话 向组织汇报 当然就不一样 是吧 所以要看个人的情况 如果移民局要深究这个问题 怎么应对呢 那很简单 也可以回答和解释 在中国呢 有的表面上的事和实际情况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共产党的打章上面写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那么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是什么呢 包括工人阶级 要以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那么这一条 现在还算不算数呢 还要不要执行呢 或者说 党是否还支持 用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呢 这一条 党没有给出公开 明确的答案 但是呢 不问可知 再比如说呢 中国宪法第35条 讲中国公民 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的自由 那么根据这一条 说个人 如果要在中国 组织一个反对党 在野党 宣传政治理论 这个是否可行呢 在目前 这个呢 也是不问可知 从上面呢 我们可以论证 在中国的事情呢 有很多地方 表面和实质是不一样的 这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当然你不能空口说 要有证据 在上面呢 我们就引经据点 讲述了条文方面的证据 当然具体的个人呢 需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 有些人担心说 我要是在表格上 填写了什么内容 不管填的是是还是否 会有麻烦 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 比较紧张 但是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除非你是赵家人 是高级领导 高级干部 中央领导 如果你只是一般人 你很有可能是受害者 是被迫配合 达到这个那个要求的 就像著名的小说 乔治奥威尔写的 1984那样 需要转换思考模式 那么再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 第一呢 是为了教育和提供信息的目的 不是具体的法律建议 第二如果要引述我们的话 请全文引述 及包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要忽略上下文 断章取义 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谢谢大家